今年的228很多人說這是交通黑暗的一天 因為除了台鐵斷電大污點之外 我們看到國道跟遊樂區也是大塞車 今天交通部長到立法院備詢 立委給了葉匡時一個封號 說他是台灣民眾的假期終結者 交通部長葉匡時緊皺眉頭看資料 過完農曆年假和228連假 交通委員會的立委們 對交通運輸的分數打了不及格 葉匡時戰戰兢兢準備接招 民眾整個假期都被你們打爆 你們真的是假期的終結者 保證清明節連續假不會出狀況嗎 我想我們會盡全力把這個事情 做好預防這一類的事情再發生 228的三天連續假期 民眾樂出遊卻卡在國道上 下不去交流道 都是因為熱門景點實在太夯 加上遊樂園人潮爆量 超乎高通局預期 還說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立委要求針對差別費率和高存在管制都要好好檢討 就怕清明再上演塞車慘劇 台鐵228重大斷電事故初步調查是人員維修不確實 導致極電工螺絲鬆動 支架掉落 立委也要求要徹底改善台鐵的人力和維修問題 平常這個老舅你可以推薦 你現在人為的這個事故已經發生了 如果你再不抓緊的話 出人命了那就更可怕 市長你今天局長到底忙不忙的過來 他當然是非常辛苦 但是這個人為什麼會去接呢 這就是剛剛那個委員講的台鐵的人力 沒有局長人力喔 沒有局長人選喔 我們差不多一個月左右會確定 廉價書印出包 夜匡師和交通官員乖乖排排站 接受立委批評 民眾只盼下一次的小確信廉價 不要再栽在交通上 UDN TV 劉宇佳妮 台北報導